他們的重點只是協助賣菜 可是對於其他地方的人員 等於把這個感覺濃縮起來 以田裡有腳印這個名義 放到全台灣各地有參與這些活動的人 所以今天有發現有那個十五米 然後呢 復興農莊 復興農莊在花蓮那邊的 然後西州的米 你們最後想問的那個西州的黑米 因為他們在反那個 反好多事情 就是都是為了環境 所以這邊的農作基本上都是跟 環境守護有關係 然後呢 其實是包含合作到一半 即前離開的共寮的阿仙 就是 淑琳姐買的那個山藥 他已經完全脫離共寮他們的水梯田 獨立出來 他完全獨立 那但是呢 都曾經有受過這些的善意 跟協助 所以 大家來這邊某程度都是要協助 重點不是賣菜 那 在隔天的必然農夫市集 重點就是純賣菜 單純是因為賣菜 因為 在上課的時候有講過 在幾年前 我那時候協助他們賣 種菜 他們種菜 我協助他們賣 可是那時候沒有任何銷售的管道的時候 那他們的輔導者 他以為烏來自己可以賣 所以先離開了 那當他再次回來 他發現這個是個重要問題 就是這位輔導者協助建立 壁潭的農夫市集 協助建立 不是他建立 畢竟 壁潭農夫市集 是屬於248農學市集之一 是百米炸彈客所運作的 之一 那所以單純就是要消化 單純就是要消化 那我們等會呢 我們接下來會見到的是有幾類 今天下午去的是一個農場 他也是有有機農場 他也是有有機認證 也是有田裡有腳印認證 那當初的輔導者 就是以他那邊作為基地在做 那可是呢 他那裡本身有 他有運作及農場的 有一個休閒的環境 有推動餐廳 所以呢 就可以運作一些 包含我們去那裡的DIY 所以他那裡等於是一套 客人可以主動去找他的農業的模式 他一樣銷售他的農業 那可是呢 因為他的珊瑚礁 仍然沒有辦法主動銷售 所以我還會協助銷售珊瑚礁 我協助辦的一些活動仍然在那裡辦 那今天下午是客人可以主動到那裡 可是他那裡銷售的農產品沒有到太多 他那裡的農產品變成是他們 那個農場環境的加分體 我到那個農場去 結果樹上的里子任我齋 然後呢 那邊的什麼食物任我吃 好像加分體免費這樣 Service這樣 然後呢 客人來了到那邊可以去採菜 享受田園採菜熱這樣子 愉快的感覺 他是做這樣的模式 這是今天下午的羅集 然後呢 今天晚上用餐 就是他這套羅集 招待一般遊客 玩耍的遊集 玩耍羅集 我們就在那邊玩 他帶著我們去製作香蕉飯 那香蕉飯的東西 等會兒山上我會再多講一點 那到了晚上呢 是回應到最早 我回到說屋來菜賣不掉 然後呢 他們下山 你到碧潭農夫市集 碧潭的農夫市集 你到典禮油腳印市集 你出門 停車費就是一筆大消費 然後而且下山 這個就是有錢 都是錢 那 你可能不一定真的能夠銷售的掉 包括客人今天心情不好 或是下一場大雨 或太陽很大 都沒有客人 今天這樣持平 有客人還算好 今天這樣都還算好 那所以呢 他們成立屋來的合作社 要想辦法在屋來就直接賣 不用出門賣 那這件事情呢 只有合作社立案了 後續怎麼做 還不知道 那我們今天晚上就鼓勵 那位叔叔 跟我們介紹解釋 那合作社的成員 遍佈整個屋來鄉 應該現在叫屋來區 湖山信賢 屋來中治 全部都有 好 那我們就是今天晚上 那細節 我們就有在問他 他人和和善 也住在屋來村 那明天早上呢 就單純他賣不出去 他也不曉得怎麼賣 他只認識我 所以呢 他只想問我們 我們怎麼可以協助他賣 那他有種哪些想要怎麼賣 我們明天可以好好問 我們明天的早餐 我們在小屋子裡面吃 然後呢 今天晚上我們住的小屋 有另外一個百萬有機夢的那個故事 回到那個小屋 再跟大家講那段故事 那是一連串的 這一連串故事的起點 可是呢 明天呢 我們的時間就在農田裡 直接煮午飯 直接在田裡面烤 烤肉 不是 明天直接在田裡面烤肉 吃飯 然後呢 煮麵 那我會再聯絡 聯絡好 那 拉那麼長的時間 就交朋友慢慢聊天 讓大家有時間 親自慢慢問 所有你們 想問我的 基本上上次他們兩位也有去過 也見到都很和善 都問得下去 不會像上課說 他們不想理你 不想問你 那這些我都有篩選過 而且是都是檯面上必須要接觸到的 只有明天 是完全的素人 那這是我先對整個流程做簡介 然後呢 今天晚上 除了我講點小故事 就是大家寫作業的時間 那明天呢 寫完了 明天可以跟那兩個主人回饋 然後久過阿姨也可以跟他回饋 那所以明天至少有三個人 你們可以跟他面對面的討論 步驟 都可以 那有沒有什麼問題 明天回饋 明天回饋